TVB曾经出过三个三届时帝 分别是罗家梁、郭晋安和黎耀祥 三个关系最好的就是罗家梁 家梁哥最早是唱歌出身 很多人以为他做演员出身 其实是唱歌的 所以歌唱得很好 但在因缘祭会之下演了很多电影 也拿了三届时帝 他最后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 拍完《流金岁月》 并且拿了第三届时帝之后 他就很瀟灑地离开了TVB 我就问家梁哥 为什么要离开TVB 你不想拿第四届、第五届吗 他就说 在TVB其实都做了超过二十年 但是找的收入不多 反而他一出去外面拍电视 拍一年的收入都超过了TVB二十年的收入 为什么不离开呢 那也是 话说2003年之后 我就和家梁哥在外面拍了几部电视剧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爱中无厌》 在里面我们饰演了一个军神之婚 他就做齐孙王 我就做下美国大臣 当时我们拍摄的地点 就是在河北的杜州影市城 还在冬天 我记得那时还有沙尘暴 冷到零下十几度 所以我们曾经度过了一个很艰辛的岁月 亦都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的感情是非常之好 话说家梁哥教了一个最好的东西 就是说不可以公器私用 什么叫公器私用呢 话说当年剧组已经配了一部 专用的演员车给家梁哥了 因为畢竟拍戏的场地很辛苦 还有当地的饭堂很早就收了 因此我们守了工之后 想一帮人去吃饭 我们就和家梁哥说 喂 家梁哥 反正你有演员车了 不如我们坐在你的车 一起去餐厅那里吃饭 他就和我说 小骨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你反正有车 他说这部车 就是配给他开工 收工的时候使用 至于私人时间 我们自己找车 如果我们万一开车途中 去吃饭途中 出现了交通意外 撞了车 或者司机受了伤 究竟是应该剧组负 还是我们自己负责呢 那就是 家梁哥说 既然我们都舍得花钱去吃饭 就不要省这些交通费 自己找一部车去吃饭 从此我就明白了 我们真的工还工 私还私 千万不要拿公家的东西 作为私人道 那这个家梁哥 就给了我一个最大的啟发 今天拍完《中无厌》之后 那家梁哥和我的感情是非常之好的 有一次就邀请我去香港余景湾的别墅那里 来参观客 那我说 我没看过你的豪宅 那我就走了 余景湾那里还要坐船 那去到我家我就看到 家梁哥为何你地下整过了 他说是呀 因为原来是一个音乐法师 什么叫音乐法师 我说这些设备你搞了多少 他说搞了有十几二十万 我说 03年那时已经搞了十几二十万 我说你这么舍得 他说是呀 他对音乐有份执着 所以他要不听 要不就要听很好 就是那些音色要很完美的音乐 才会觉得很开心 家梁哥是一个对于自己 是很有要求的人 所以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无论演戏或者唱歌 他都可以创出一个这么好的成绩